说最主要的 就是我妈住院那会儿 就今天9月份 然后当天我跟她发微信说 当下午我去了医院 然后下午都在忙那个住院手续 晚上的时候我才得空 我跟她发微信说 我说我这会儿差不多快忙完了 你那边怎么样 你为啥一直都不给我打个电话 因为中午的时候 她知道我妈住院这个事 她也知道我几点回了家 但是她一直没有给我打电话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她才跟我说 昨天晚上什么同事聚会 公司有事 然后又是喝醉了 又是睡着了 在我最无助最崩溃的时候 她都没在我身边 当时那种情况 我心情特别糟糕 想了一夜没睡 想了很多 就觉得这段感情 家里打电话那会儿 咱俩是在一块的 然后家里打电话 说是阿姨那天受了点外伤 我怕她着急 就是因为我们认识时间还短嘛 就没到见双方家长那份上 我就说我说你先回去 我也没要求说你到医院 我说你最起码 连个关心的电话你都不打 而且每次遇到事 你都是同事聚会 喝醉了 睡着了 每次都是这样 我能不生气吗 这事哥谁心里 心里都不舒服 没有每次 我说你先回去 然后到就刚刚送走她 然后同事就打电话 说晚上就是老总 就是聚会嘛 说是要聚会 我说行 我就怕耽误事 微信里边我跟她留言 我说你有事 直接打电话 不要微信 我怕看不到 我说你给我打电话就行 然后就是聚会了 那天晚上喝酒 确实没喝多 但是我比较困 我睡得比较早 到11点50多 她给我发了个微信 她说我医院那个事 安排完了 你给我打个电话吧 当时我确实没看到 我第二天早上看到了 我就给她打回电话 打了几个 就不接 然后微信给我 就直接发过来 说咱们分手吧 当时给我气的呀 这真的 这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半年 这都不是第二次了都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提分手啊 第一次 第一次更奇葩 第一次她下班了 我们家离公司也不远 然后是她说你接我吧 我说行 刚好那会儿就来个电话 然后同事说有一个业务嘛 就是你要不要做 我说行 然后我就赶紧 给她打了个电话 我说那个 我谈了一个业务 你稍微等一下 可能慢一点 我过去接你 她说行 结果人家一打 打的时间有点长 估计也半个小时那会儿吧 然后我 她着急了 她又打过来了 打过来 我说行 我过去接你 我过去接她 当时就过甩脸色 不搭理我 然后回屋之后 直接跟我说 咱分手吧 当时我就懵了 我说干啥 不是主持人 情况不单单 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时我让她去接我的 那时候我登上高时鞋 走了一天 我真的很累 虽然公司离她家比较近 但是我还是想让她来接我 然后说让我等吧 我说好 那就等 然后这一等 就是办了多少 将近一个小时那样 然后我当时就发唬 我这人特别不喜欢 不守时的人 然后她这一个电话 打了可长时间 而且还是最后 还是我打过去问她 你来了没有 每次都是这样 她每次就遇到事 老给自己狡辩 老是不主动说 不是这个 我主要觉得 你没事 你老爸那分手 挂在嘴边干啥 虽然说我们就是到现在 你看才半年 说了两回了 我特别生气这事 你们俩就这么闹 你们那些朋友 怎么看你们 她不让我跟周围朋友说 一个都不让她说 啥意思 就你们俩的恋情是秘密的 我没有不让你说 只不过 因为之前我们是同事 在一个公司 一个办公室里边 然后我真是不喜欢 办公室搞恋情 但是我们没确定 男性朋友关系 以前我们就是朋友 在公司也有共同的朋友 当时就一块出去玩干嘛 老是有人窜坐 我们在一块 那时候没感觉有啥 不让公司说 我们一块出去玩 她做得更过分 一块出去玩 我说作为一个男朋友 就是我去点个菜干啥 这就是男生干的事嘛 我去点个菜 我点啥她都不吃 点啥她都不吃 她口味比较重 我口味比较清淡 大早上我只想喝杯清淡的时候 她点了一堆油腻的菜 大肉啊什么的 我就不想吃 她就觉得我甩脸色给她了 那还在一家公司吗 没有 现在不了 是因为男女朋友 所以走了是吧 一部分吧 然后就是白天 我们一块去玩那个水嘛 就划船还有漂流 我给她递毛巾 那山里边早上嘛 它其实还是挺冷的 我递个毛巾 你擦一擦吧 我举了半天她都不理我 当时我觉得特别尴尬 那会儿都大中午了 而且那时候在玩漂流 就是在那个船上很急 大家都是互相泼水这样的 那我不是怕你就是冷了吗 那我不是怕你就是冷了吗 就是没给我搞对象之前 她们没想过要出对象 这不是挺好的吗 这不是从一个侧面说 你让她 因为她在生气的时候 说这句话 那我就理解 你的理解是 你是不是就没诚信 要给我搞对象 我不是这样的 因为啥 因为就是我接触的社会 还比较短嘛 刚退伍 回来之后我就想 自己一个人挺好的 因为我自己 我也不拉他干啥的 我自己打我卫生 自己做饭 我就觉得挺好的 我就没想着 就是说要找一个对象 之前她也知道 有人给我表白干啥 我都拒绝 我说自己想过 过个一两年吧 然后就到她了 我就觉得不行了 这姑娘确实挺好 细心温柔 我就想跟她在一块 我当时是这么意思 我说要不是你 要换个人 我就不要她 这个意思 就是你曾经 还是个抢手货是吧 大家也是 自己去的 还辣